中風基本上一個 還沒開始看之前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人是在氣血兩虛的狀態之下 好 氣汗血兩虛的狀態之下呢 就會引發中風 這是中醫的觀念 我們在講中醫的時候 你不要去講說高血壓會中風 不要去講這些 那一般高血壓 老師都血壓很高 怎麼會虛呢 一定是死才對 不對都不要去這樣講 中醫就是中醫 那西醫講的高血壓中風 如果真的可以吃降血壓藥 真的可以預防中風的話 那世界上沒有人中風了嘛 你跑到醫院去看 很多人都是中風堂裡面 你問他 你在中風之前有沒有持續藥 有啊 就照樣中風 照樣中風 所以說中醫的觀念裡面呢 如果說你了解 它是氣血兩虛的狀態之下 會得到中風 那預防中風的處方就已經出來了 除了以後看到 光是看這樣子 處方就出來了 你說老師這個處方什麼 很簡單啊 氣嘛 黃旗 對不對 那因為它是兩虛 所以我們不會去開一個什麼 跪姿去風的時候 去 因為跪姿的時候發汗發太多了 去風太強 所以呢 我們開一些比如說 一些獨火啊 一些南派的藥都沒有關係 防風啊 比較刺激的 去風的藥 一點點微風進入身體的時候 就把它排掉 對不對 擋身啊 能夠 補氣 人身都用不到 因為人身呢 最主要目的是 在腸胃上面 經驗不夠的時候 腸胃胃氣快沒有的時候 我們用人身 那獨身湯 中醫我們北派 像金剛裡面沒有寫獨身湯 那溫兵派裡面有用獨身湯 獨身湯的目的是幹嘛 就是 胃氣將絕的時候 會用獨身湯 那獨身湯的胃氣將絕 你知道老師你怎麼知道 胃氣將絕 一個是打嗝 還有一個賣 意思是如鉤 摸上去賣像小魚鉤一樣 一個個小魚鉤 就是這樣子 一直持續的狀態 我們才會用 否則的話 用擋身就好了 補血 老師說當歸 傳球 傳球活血 當歸能補血 那你平常吃這個 這個氣血兩虛 就不會虛了 那就可以預防 所以當你如果曉得說 原因是氣跟血 兩虛造成的話 你的預防的出方 就已經出來了